嗨 大家好 我是娅娅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NAS這一盤 沙漠夕陽眼頰盤 這一盤呢 自從我到手之後呢 我雖然使用率蠻高的 因為我就會忍不住一直抓它來 第一個呢 就是它用 讓我覺得用手指亂上 就可以上得非常漂亮 非常均勻服貼 第二個呢 就是我發現它持有度非常非常的高 我某天在實測某個底妝 然後呢 底妝很快讓我全臉非常的油 然後跟脫妝 但是在那個同時呢 我就發現我的眼影竟然 非常穩穩 非常堅固的在那邊 然後完全沒有 像我的底妝有那種整個溶掉啊 積線的感覺 然後我就發現 欸 它真的持久度蠻高的 我完全沒有上任何打底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我覺得啊 它的這個打亮真的是一絕 非常漂亮 非常的喜歡 直逼 嗯 或者是有超越我最愛的那個 蘿拉的微整 而且這一顆打亮上在眼頭也 極美 超級美 好像很有光澤 然後又細緻 低調 可是又非常的有質感 那上次呢 我在IG發說 非常愛這盤之後呢 也有人問說 跟我上次發的這個底妝 這盤很實用的一盤 擦在哪裡 該怎麼選擇 所以 嗯 等一下呢 我會先手部試射 然後還有上眼給大家看起來的眼妝 最後呢 我再一起分享他們的總結 首先呢 它本人就是長這樣 其實還蠻大一盒的 打開來呢 顏色是這樣 它是一個修容 一個打亮 跟四個眼影 其實它的那種粉摸起來的感覺啊 有一點點接近那種 膠狀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它上起來 非常的服貼 然後非常非常的細緻 其實 用手上也可以 用刷具上也可以 這一個修容色 其實比我平常愛用的修容 暖蠻多的 所以我不會真的把它當成修容 我習慣把那一格來當整個眼皮的打底 來增加深邃感 然後主要這兩個顏色是稍微暖一點 然後這兩個顏色 比較沒有那麼暖 比較中性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延展度有多麼的好 然後多麼的好暈染 就是用手指亂上眼是很好暈染 它眼影都是走那種 無敵低調的那種光澤感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亮片 或者是覺得會有很重的珠光感 完全沒有 就是上眼其實有點接近像 接近霧面的那種低調光澤 這是我平常愛用的修容色 就比較灰 比較陰影 然後這個是它們的修容色 所以我就不會拿來當修容 第一個眼妝呢 我先用那個修容色來打底 就直接用手指亂上在整個眼窩內 用眼影左邊第二個一樣用手指沾 然後就隨便上在眼睛的前三分之二的 眼尾呢 我就用到刷具沾取這個霧面色 把它上在整個眼尾 還有沿著剛剛畫的那個金鐘色 來上在整個邊界暈染開 下影呢 我混合那個修容色跟這個霧面色來 畫整個下影後三分之二的地方 再來用打亮色來上眼頭的部分 這個打亮色上眼頭我覺得超級的美 再來呢 我拿一個斜角刷來沾這個最深的顏色 來上一點眼線給大家看 其他也可以拿得上眼線 只是呢 算是走比較自然清淡眼線路線 第二個眼妝呢 我一樣用修容色來稍微打底一下 讓眼睛深邃一點 然後呢 我沾那個最淺的那個珠光色 來上在整個眼皮的一樣淺三分之二 眼尾部分呢 我就用最深的顏色來稍微暈染一點點暈染開 下影影的話呢 就跟第一個眼妝一樣 這樣子呢 就是完成了兩個眼妝 色調不太一樣 然後濃淡也差蠻多的 接下來呢 我用打亮色來上在臉上 我覺得這個打亮啊 非常的細緻的服貼 不太顯毛孔的 會讓我想到那個蘿拉的那個微整 我超愛的微整 不過呢 它會光澤比微整還要再多一點點 可是呢 還是屬於那種走細緻自然的路線 然後 非常貼合 肌膚不像一道強烈的光的那一種 然後我覺得它上在眼睛上也比微整的那一顆還要好看 那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NAS它的優點就在於說 它的那個質地可以讓你 不論用手用刷具 都上得很均勻服貼 然後很好暈染的 然後它的那個質地啊 持久度很高 就算你不打底 它還是很持久的 然後呢 當然還有它的這個打亮色啊 不論是上在臉頰 或者是上在眼睛 都是神美的 是我很喜歡的那種細緻 然後看得出來 但是又不會太囂張的 那至於這款的缺點呢 我覺得在於它的修容色 並不修容 就是不是我一般可以拿來修容的那種陰影的色調 然後再來呢 它的眼影的顏色啊 不論是深淺 或者是顏色配置 其實不會讓你有很多的變化 就是你畫起來就是差不多那個色調 而且不會讓你有說什麼 深淺立體感 很明顯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畫起來就是淡淡 然後細緻低調的一點 陰影的光澤 只是呢 就是會覺得它的眼影顏色很漂亮 那至於Dior這一盤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 作戰型的眼影盤 因為 它會讓你覺得說 不論是它裡面的打底膏啊 然後打底的粉啊 或者是它一些陰影的顏色 增加光澤的顏色 都是會讓你覺得可以跟很多盤可以一起做搭配 然後甚至帶出門很方便 然後Dior這一盤呢 它的深淺範圍更大一點 所以可以讓你畫出更有立體層次感明顯一點的那種妝感 然後Dior這一盤呢 有光澤這兩顆啊 它裡面有細緻的珠光跟小小的亮片 所以呢 它光澤感也比NASA稍微明顯一點 簡單來說呢 NASA盤上臉 我覺得 人家會覺得你的眼影顏色很漂亮 然後覺得你的光澤很細緻 很有質感 那至於Dior這一盤呢 你上在臉上人家會覺得說 你的眼睛深邃度非常高 然後很立體 很有層次感 如果呢 你是走那種感覺派的 你希望可以用手指頭 那抹在眼皮上就很漂亮的顏色 然後很低調細緻的色澤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NASA盤 因為外加它的裡面這顆打亮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值得購入 很細緻 很漂亮的光澤 那如果呢 你是走實用戰鬥型 你希望可以讓它更多功能 然後可以混搭更多盤眼影盤的 創造出更有立體深淺的那種專業型的眼影的話呢 你就選擇Dior這一盤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就是下次見 redund一半 還感到檢測值夜日子 散農心開想 拍盤 meer設置 也有等 Trump 我們每天與購入 Share pc � 내일吧 保證